这事你不能声张 大伙要都知道了 都来求我们用他家地 那就麻烦了 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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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也不说 对了 现在全村都围房改造完事了 你们家这房子 这啥情况啊 这房子破成这样了 哪一天来场大雪 来场大雨的 那多危险啊 我 我也不是不想改造啊 这 这 这不是岗上北不同意吗 过去老书记就不同意 现在这新书记也不同意 我天 你这么说话 没良心不我 是我们不同意啊 还是你无理要求 没法同意啊 你家四口银 按理来说是六十平米 你废的要一百二十平米 那咋给你干呀 那不违反国家规定吗 是不是 那多数的面积 是 我们说了 你掏钱 我们可以给你干 那你不是不同意吗 那你告我咋办 那咋办呢 我也没办法呀 你说我也没钱干 是不是 那你反正我要干 那就是一百二平米 要不我就不干 我还跟你说了 就你这房子我还不管了 你爱住不住 他那你都别找嘎啥去啊 你这啥态度啊 行了 行了 算了 算了 房子事有再说啊 那个 报七十三啊 刘转你家艳艳迪的事 就这么定了啊 回头有消息我告诉你啊 行 行 行啊 行啊 那我们走了啊 我还请去找你啊 行啊 你吓我一跳啊 你吓我一跳你 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听了 这差 差点噎死我 什么份啊 肉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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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没想到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我也没想到 我觉得这事隐约的 没那么痛快 你担心的是他背后那个呀 这事对于包七二三来说 他是愿意的 就他背后那个人什么态度 这个咱想不管他 你没觉得他家有点奇怪啊 你是说他家锅里的肉 和穿着鞋盛抗 警察没白当啊 你这特入兵也行啊 我现在就在想 他给咱演直出器是为啥呀 我也琢磨这事呢 对了 他家那个房子 到底咋个事呢 我怎么听那么复杂呢 是这样的 当年没房改造啊 张志农答应给他盖一百二十平均的 因为张志农是他堂妹 他们俩是亲戚 是吧 可是呢 这违反政策呀 在群众中影响也不好 别的群众要提出来 那怎么办 是给盖不给盖啊 我爸因为这事 没少和他吵架 到现在 俩人都不怎么说话 看来群众说张志农 忧亲后友 是有道理的 嗯